不过国盟主席丹斯里慕尤丁的私底 今早则是没有太大的动静 外界就盛传 大约18到20名国阵议员 支持慕尤丁回国当首相 意味着西盟可能会不够票 伊斯兰党竞选主任沙努西 还抢在国家皇宫前宣布 议员的名单送入宫以后 估计慕尤丁下午就会宣誓 国阵主席纳都斯里阿莫扎西 被指想要和西盟共组政府 国语媒体COSMO就引述了 国阵内部消息报道 国阵30名议员 有20个人已经表态支持慕尤丁 随时都可以签署宣誓书 沙努西则说 有18名国阵议员支持慕尤丁 所以阿莫扎西的行动 并没有得到所有议员的支持 基层应该要施压 让他辞去巫统党主席的职务 慕尤丁昨晚强调 今天就会向国家皇宫提成法定宣誓书 证明本身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议席 他解释 就算阿莫扎西没有和国盟 以及沙拉越政党联盟谈合作 也无法阻止个别的议员支持慕尤丁 因为按照宪法是算人头 不是算政党 这些议员也没有违反反跳槽法 因为他们没有退党 另一方面 沙巴人民联盟主席 拿督哈兹之诺 今早发文告 宣布沙民盟 决定支持慕尤丁担任首相 并会联合国盟和沙盟 组织联合政府 他强调 必须尽快组建一个能够完全运作的政府 尽快制定并通过2023年财政预算案 祝你那些人 是这样的